大家好,我是Daryl,欢迎收看怪奇音乐 我相信各位初学者在练完开放和弦跟封闭和弦之后 应该就会非常的想要知道除了这两个和弦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和弦的按法是可以很方便的去应用到各个调的各个和弦里面 当然有,所以我们这阵子就会推出一系列可以平移的指形 来让各位可以更好的去学习跟应用 如果你是第一次发现这个频道 你喜欢吉他教学、吉他演奏 你喜欢听一些乐团乐手的故事分享 甚至你喜欢听一些原创的音乐、暗黑的音乐的话 都欢迎订阅追踪我们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有新的影片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咯 另外因为感谢各位的踊跃的支持 让我们频道最近开启了广告功能 非常感谢大家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就要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如何用我们平常熟悉的A大调 这样子的指形来进行平移 让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指形去弹出更多更多 很方便、很丰富的和弦 所以呢,请你先把我们的熟悉的开放和弦的A大调给按出来 首先你的中指当然是要按在第四弦的第二格 这个音是E 这个音是E 接着呢,中指按住 拉第三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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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弦 因为我们的更音是在第五弦 现在虽然是开放和弦 可是呢,开放和弦 你可以想象你的食指是按在这个第五弦这里 这个动作等一下我们也会用到 所以呢,更音在第五弦 如果你已经按好了 请你就开始跟我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这个和弦向下平移 食指按住,我们平常最熟悉的这个第五弦第三格这个Do 请记住这个时候你的食指是要按住一整排的 可是因为你的中间三格其实也都有手指按住 所以呢,你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第五弦跟第一弦 这两个音按紧就好 中间不一定要按紧 第五弦跟第一弦是一定要按住的 所以接着我们把第五弦弹到第一弦就会变成 这个和弦是什么呢?答案就是C和弦 因为我们的食指按住的就是更音 就如同我刚才所说 我们这个是A大调 A大调的开放和弦 第五弦是它的更音 也就是La 你可以想象刚才说的 可以想象有一个食指按住这个音 所以当它平移之后呢 食指按住的第五弦 这个音就是这个和弦 这个直行的更音 我现在移动到Do了 所以它就是C和弦 接着呢 当然你就可以试试看再继续往下平移 如果你想要弹低大调和弦的时候怎么办呢? 当然就是把你的食指移动到Re 也就是D这个音 往下 往这边再平移两格 你就会得到一个D大调和弦 也就是 当然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个E大调和弦 就是继续再往下 也就是 好 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个F和弦 那就是 再往下基本上就是一样的逻辑 这个直行通常比较少弹到在下面的位置 所以我就不继续往下弹了 总之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其实是用一模一样的直行 不断的在做平移而已 我的食指移动到哪个音 它就是哪一种大调和弦 C大调 D大调 就是B大调 因为我再降一个音 所以呢 食指按住的是T 所以就是B大调 接下来当然还是要说明一下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平移 如同之前所讨论到的 吉他跟钢琴不一样 钢琴你可以很明确的就看出 黑白键在哪 哪个音要升 哪个音要降 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可是因为吉他 它是一个很多很多格子的一种乐器 他比较没有办法一眼就辨识哪个音要升哪个音要降 这个时候呢 因为音乐它其实是一种相对 相对关系的 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今天我 我按住的音 我的食指按住的根音 我接下来的音 只要是E35 就是用C大调来解释的话 比方 DOMISO 的关系就是E35 所以我只要按住的音是E35之间的音 它一定就会组合成C大调和弦 不管你怎么平移都一样 今天你就算变成D大调或者是E大调 其实它都是E35的组成 比方说 我们的食指按住的是Do 中指按住的其实就是So 无名指按住的是Do 小指按住的是Mi 之后食指同时按住的第一弦是So 所以其实是Do So Do Mi So 转换成数字的话 就是E5 E3 E5 E35 这个相对关系 不管你移动到哪里都一样 比方说 A大调 这个开放和弦 它一样是 E5 E3 B大调 E5 E3 只是这个E5 E35 会根据不同的根音而变成不同的音 所以D大调也是一样 E5 E3 E大调 E E3 这个逻辑不管到哪里 其实都是通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执行 可以不断平移的一个原因 接下来就简单的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一个 小小的应用 这个我们之后还会再更详细的解说 不过今天想要先让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一直在分享的就是 一个调性里面的E645 如果用C大调来想 那就是多拉法 C大调 A小调 F大调 跟G大调 那我们平常在弹开放和弦的时候都是 C A F G OK 那如果你用今天这样子的按法来弹的话 你就会得到一个很有趣的结果 就是我们用今天分享的这个A指形 来弹C大调和弦 剩下的都用封闭和弦来弹的话会怎么样呢 它就会变成 刚才分享的这个和弦进行的弹法 其实不管移到任何的调都可以全部的平移下去 当然如果各位有兴趣知道的话 我们就会再录更详细的说明来分享给各位 今天先简单的让大家知道一下就好 今天分享的这个指形 相信可能各位一开始左手按起来会有一点不太习惯 可是相信我当你按好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方便 很好去应用的一种和弦的按法 而且会对于你之后学习歌曲 学习音阶 甚至创作音乐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呢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或是写信到我们的email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追踪我们的YouTube IG跟抖音频道 如果想要来上吉他课 也都随时欢迎联络我们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咯 欢迎联络我们再记得一期订阅 我们下一个频道 但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一个频道 叫下一个频道 我们下一个頻道 我们下一个频道 我们下一个频道